東南亞當代表演藝術性別創作網絡計畫 是希望能夠以台灣的民間獨立單位為一期 以一個性別創作為主題 並且與周邊的東南亞地區國家 進行一個網絡搭建以及藝術交流的一個計畫 在這一次Thinkers Studio四劇團 以及新加坡的Dance Nucleus平台 還有來自菲律賓的夥伴Pineapple Lab 我們三方共同的合作 同時也是因為戲情的關係 我們也在思考著怎麼去運用世衛科技的特性 來進行一個線上化的國際交流 這個計畫呢 我們邀請了八位的新銳藝術家共同參與 兩位藝術家每兩人為一組 總共分為四組 在這些藝術家分別有來自新加坡、菲律賓以及台灣 這些年輕的創作者在他們的創作發展脈絡上 在某一個程度也都有在關注性別相關的議題 除了將關注商事議題創作的基礎作為網絡連結以外呢 我們也期待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計畫裡面 支持新銳藝術家在發展作品過程中 有不同事在的經驗分享 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和連結 所以在每一組的藝術家呢 我們也搭配了一位協作者 我們邀請了四位協作者分別來自台灣以及泰國 每一組藝術家跟他們所搭配的協作者 將會產生一個更有緊密的交流以及對話 這個計畫呢總共是為期六週 我們將前面五週的過程 規劃成一種雲端駐村的一個形式 在這個雲端駐村的過程中 我們鼓勵藝術家在發展的過程中 可以有跟大眾有更多對話以及溝通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其實為了這個計畫 建構了一個專屬的網頁 藝術家呢可以透過這個專屬的網頁呢 不定期的將他們發展的內容以及狀況 透過一個部落格的形式跟大眾分享 在這個過程中呢 為了使每一個區域的藝術家 有更多對話的可能性 同時也站在一種陪伴關係的角色 Thinker Studio 我們也會固定的與協作者 以及藝術家進行一個固定的會議 了解彼此在各組發展上的一個狀況 以及需要協助的一個可能性 透過這樣子具有彈性空間的一個陪伴關係呢 依照藝術家在發展上 給予他們適切的協助以及需求 完成了五周的雲端駐村發展以後呢 我們也進行了連續兩天的線上展演呈現 剛好在這段期間 台灣遇到一個很嚴峻的COVID-19疫情 這場線上的展演活動呢 其實也給予所有計畫的藝術家許多挑戰 甚至更進一步的思考在面對疫情下 展演轉換的思考空間 回到了一個性別創作的議題討論 我們也安排了市場主題座談 除了討論這樣的一個網絡交流發展關係中 也在性別議題中點列出了針對酷兒、女性主義 以及當代還有未來性別議題創作的想像以及思考 在這一次的計畫呢 我們希望可以以我們作為一個出發 與大家有進行更高度的一種連結以及交流 回到創作者上 透過這樣子的一種陪伴關係 轉換一種實際空間線上駐村的可能性 更進一步的與大眾有不同形式的溝通可能性 當這個網絡形成了以後 慢慢地可以驅使不同的創作者以及藝術家 在未來的關係甚至未來的發展 有協循不同的支持以及合作夥伴的關係 這是我第一次駐村 我沒有駐村的經驗 然後第一次又是碰到雲丹的駐村 還有又碰到疫情我要待在家裡 但是因為我跟疫情給予了自己非常大的工作量 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通話 或者是跟Henry對話 我覺得我很難得會有一個時間是可以專注在一個計畫上 或是真的專注在我多年關於女性主義 或是性別認同的困惑上面 就是在這個計畫之餘 我在看的書我在看的影片 也都是跟性別議題有關的 生活很多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藝術家 然後針對一個議題 不同的想法 然後不同的呈現方式 覺得很棒可以在疫情期間 還可以有這樣子的藝術活動 經過很多的討論 我們在現場討論出很多東西 就一個議題它原來可以延伸出這麼多東西 加上寫作者 而皇帝人提醒我們思考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不一樣的 我沒有被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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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型的方式 的方式 的方式 可以在一起 很限制 而且很限制 因為我們不可以看到別人 我們不可以 可以在一起 我們不可以在一起 在一起 聊天 我們可以學習 但我們可以 可以達到達到人家 可以達到達到 我會說 我會說 它是滿足的 挑戰 但我會喜歡它 很享受 這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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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我 看著我 更多的 觀看 包括每個 網站 每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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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不同 我的藝術 是最好的藝術 每個藝術 每個藝術 都會有 最好的藝術 在這次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 是緊張 然後害羞 本來就不善於表達 然後會沒有自信 因為會覺得 跟國內外的藝術家 其實大部分人 都已經在開始 做這樣的研究題目 說我只是一個 心聲而已 所以我就是 以一個心聲兒的態度 在看這些前輩 或這些資深的藝術家 他們是怎麼樣 看待性別 怎麼樣小心翼翼的 斟酌的去 去做這樣的研究 現階段的狀況 比較是被迫要 只能採取線上 可是如果在 不是被迫 而是說它可以 比較是混合形式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擴充性 是會有的 可是如果單純 只有線上的時候 比較容易掉入 某一種特殊的情境裡面 可是這樣子的想像力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 去發展跟培養 就是說到底在線上 可以怎麼做 然後這個交流 它就會需要各方 都在不斷去擴充 這個進行的方式 跟互動的方法 就是蠻好的機會 觀察不同文化下的創作 視角嘛 以及我們有蠻不一樣的 藝術練習 怎麼樣利用不同的 手段跟方法去討論跟 實踐跟傳達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就是即使我不可能 用它們用的 比如說科技 或者是傳統舞蹈 去講我的故事 但是就是很有趣 可以看到這些差異 性別是每一個人的課題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感 又近又遠 還蠻其妙的感覺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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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